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充分说明中国致力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大国的现代化道路 将合并发展作为我们的战略选择 亚太经合组织这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 领域最广 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 第13次领导人非诚式会议 也就是说今年一年底召开的这次会议 它应该成为促进合作的大舞台 而不应该是挑起对抗的角斗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范略国家和APEC的重要成员 中方我们愿意顺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为今年APEC的成功来发挥我们建设性的作用 当然我们同各方也都期待 每方能够意识到作为东道主的职责 展现应有的开放 公平 包容和担当 为会议的顺利举行来创造更好的条件 先请你介绍你类似哪个传媒机构的右手边后排的 按照APEC的概念和计划 整理人们应该会发挥向政组织的主持人 我仍然在等待请信息带来创造 我们会在议和平常计划的计划 现在都未见政府有一些大型的宣传 因为这次是完善地区治理方案之后的第一次